大家好,我是小柱,这里是湖北的武汉 我现在为武汉的汉口刚刚存在的组 发现这块银行好多 朋友们看一下,对面的话是交通银行 好高的两栋楼 哇塞,这边的话是武汉的一个金融中心 这边的话也是一个银行 朋友们看一下,什么中信银行 然后后面的话也是两栋好高的一个楼 这栋楼的话还没有建好 然后这边的话是武汉今年刚刚开业的一个万象城 武汉市非常大的一个商场 武汉放开了差不多有20天的 我今天带大家看一下武汉市市中心一个大的商场 里面的一个现状什么样子的 看一下里面的人多不多 里面的声音好不好 我们现在走进去看一下 眼前大家所看到这条路是武汉市的建设大道 这个商场的话就为武汉的建设大道边上 漏边万象城武汉市非常大的一个商场 也是为武汉市市中心的一个中心 都说疫情放开之后 然后会出现一个报复性的一个消费 我今天特地来到武汉市市中心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商场 看一下里面到底有没有出现报复性的一个消费 万象城武汉市非常大的一个商场 这个商场的位置特别的好 我记得这个商场当时开业的时候 这边的话可以说是人山人海 整个门口围满的人 我现在走进来了 朋友们这边是一楼 它这边这个一楼全部是卖各种各样的服装的 我今天走进来发现这个一楼这边人真的好少 不是说战家说了吗 疫情放开之后会出现报复性的消费 难道是我来的时间点不对吗 为什么这边没有什么人呢 这个商场的话它是华润旗下定位的高端购物中心 放眼全国 华润湾象城的布局主要是集中在一线城市和新线及部分的重点城市 也是武汉市市中心非常大的一个商场 当时开业的时候我过来这里面可以说是真的是人几人 人山人海 但是今天过来发现这个一楼好多这个商铺都没有开门的 这是什么原因 是在搞装修还是什么原因 好多商铺都没有开门的 像一楼这种黄金铺面 朋友们看一下这个商场里面装修的特别的好 总共有好几层 但是我现在在这个一楼逛了一下 基本上一楼没有什么酷克的 然后等一下上二楼三楼去看一下 看二楼三楼人多不多 因为一个商场一般是一楼二楼三楼人是最旺的 我现在上来了 随着个电机上来了 看一下这个楼上人多不多 这边是二楼 看二楼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朋友们看一下这边都是一些大型的一些品牌店 只有营业员站在这个门口 还有一些就是这个保洁 还有就是这个商场的工作人员 为什么会没有人呢 真的是好奇怪 这么大的一个商场 看不到什么顾客 这些商铺的老板真的是要流泪 为什么这么大的商场 你想想这么大的一个商铺 他这个资金的话 还有这个员工人工的一个成本 如果是没有什么顾客的话 那真的是老板要哭了 说实话 因为之前的话 每年像这个时间在生意都特别的好 马上平安夜 圣诞节 元旦 是不是要过节的 要过年了 很多人都买新衣服 为什么没有人的 真的是好奇怪 真的是没有想到 我以为这个商场的话 人气一直特别的旺 因为开业的时候 我来过很多次 每次来人都特别的多 因为又大这个商场 位置又好 但是今天这边真的是没有什么人的 朋友们可以想象 这么大一个商场 又在武汉的市中心 在这个建设大道上面 说实话 武汉的建设大道的话 也是武汉市的一个金融界 在这个商场对面 鞋对面就是武汉的杂技厅 然后这条路上的话 说实话 也是武汉市市中心的一个中心 非常多的金融机构 和一些高端的鞋子楼 应该在这边逛街人比较多 但是今天过来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二楼 我们放眼望上去 三楼四楼 基本上看不到什么人 冷冷清清的 真的是特别的意外 因为我想了这么大一个商场 再怎么样的话 里面的话应该是会有人的 但是今天过来 我真的是一楼走过来 没有看到哪个店里面有人 还有很多的商铺没有开门的 不知道是我来的时间点不对 还是什么原因呢 真的是特别的意外 没有想到 哇塞 这么多的这个大型的品牌店 门口的话 只见几个营业员站在门口 特别的意外 并且的话 这个商场开业差不多快一年了 它这个停车还是免费的 朋友们 哇塞 楼上有做吃的了 在这里面吃喝玩乐逛物 一体系 非常的方便 武汉万象城地区汉口的建设大道金融产业带中族的核心 是华人之地在武汉打造的量体型的综合项目 总用地面积的话是7万平方米 总建筑面积的话是73万平方米 包括一座高端的购物中心 一条特色的三远街 两栋夹机的鞋子楼 四栋超品质住宅楼 即四层的地下车库 项目总投资80亿 哇塞 真的是位于武汉市市中心的一个中心 这么好的一个位置 旁边的一些鞋子楼啊 金融大厦啊 特别的多 又是地铁口 但是今天过来真的好意外 朋友们可以看一下 两边都是卖什么高端的一些大型的品牌服装啊 男装女装啊 这边的话我刚刚看了一下女装比较多啊 看到没有 都是一些营业员 然后站在这个门口啊 这个楼上的话 基本上这些都是开门营业的 但是 真的是一楼走过来 没有看到什么顾客啊 就看到几个保洁的和几个商商的工作人员 每个第二门口都是营业员站在门口 真的是好意外啊 一楼二楼三楼啊 基本上都是这个样子啊 真的是没有想到 朋友们看一下啊 之前我过来 每次过来这边都人山人海 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啊 我想的是可能是武汉刚刚放开吧 有很多人在这时间不是这个流感吗 可能过一段时间呢 大家都身体康复之后啊 这个商场的人气 我估计会慢慢的恢复啊 毕竟大家都要生活 都要出来逛街购物嘛 因为现在走在武汉呢 街头上说实话 人比以前是少一些啊 但是慢慢的 这段时间这个人流的话 比之前多一些 我也相信呢 慢慢的大家 随着这个实验流失都会好起来 人会越来越多啊